老婆需求三十如狼 而老公却要你读书 暖身 我想说暖身 我想说晚上的一切我都已经准备好 对 结果没想到 我老公门一打开出来 这样撇了我一眼 他就直接去睡觉躺平了 他就去开了我们床头柜的抽屉 我想说我老公完美地接到暗示 结果没想到他从抽屉拿出一本书给我 叫我去旁边读书 冷静冷静一下 今晚得点《东升超市》 《生子丹》频道 我就问你正常吗